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除了拿来包水饺 还能够做什么料理呢 曾经在餐厅工作的吴贵兰 看过各行各色的料理 喜爱亲自做中学 并且呢 在自创延伸 我们就来看他如何将水饺皮制作成为甜点锅饼 还有啊 能够取代顶边错的美味料理哦 现在新出派请跟我们来 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欢迎这位很有气质的 吴贵兰师姐哦 吴贵兰师姐您好 吴贵兰师姐好 全球的观众以及大一台的观众大家好 全球的实际人及大一台的观众好 好 我们真的是 师姐是温温柔柔 然后又很有气质 那但是呢 你就没想到师姐呢 呃 以前是做过餐饮的 对不对 对 而且做外场服务 嗯 外场是不是要负责什么 负责点菜啊 接待客人 哦 可是外场可是有学问的 菜上得快 上得慢 对 外场要控制 对不对 还要按耐客人的那个情绪 对不对 对 所以像你这样温柔 客人发脾气都发不出来 是不是 有时候还是会啊 还是会啊 什么样的客人都有 真的 我觉得外场外场人员真的是很棒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请师姐呢 边做料理边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外场真的是有很多学问的 那请问贵兰师姐 你现在要做的这料理是什么 是那个 简易的鸡饼手 鸡饼手 鸡饼手是很麻烦的 对啊 就是现在是 现在都工作比较忙碌 对啊 然后就是用简易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大家仔细看哦 简易的鸡饼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顶边错简易板 材料有水饺皮十张 黑木耳两片 竹笋一枝 金针 红萝卜 芹菜 香菜 香菇丝各少许 调味料有 盐 糖 白胡椒粉 香油 昆布粉 白草粉各少许 素高汤一碗 好 那就看到是这些 真的让我们想起来 酱饼手就是这些材料 但是吃素之后其实很难吃得到酱饼手了 因为它都是荤食的嘛 对不对 酱饼手是 我最爱吃酱饼手 每天下午先生就会带我去吃一碗酱饼手 可以吃饱油汤 油汤 但是 哦 现在就很难吃得到 我今天看你变魔术吧 什么个简易法 好 来 您怎么做 我们先把那个水饺皮 水饺皮 用水饺皮代替那个 颜色锅边 用那个粉浆 那是很麻烦的 我们先把它拉开 现在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啦 你怎么想到这一招 因为想说喜欢吃啊 就自己变化 就这样烫一下 水饺皮薄薄的嘛 对啊 就烫一下 等一下 因为你还要在汤里面再煮 哦 很漂亮 真的有那个感觉 有没有带你熟的那个 准备 你看那嫩嫩的粉片 哦 好 我们这个木耳就是要切细丝 你看切得多漂亮 你本来做外场 做外场你会接触到厨房吗 会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特别点菜啊 菜太快啊太慢啊 你一定要进厨房 帮忙摆摆盘啊 还有摆摆菜啊 有发觉外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对不对 因为这么多桌客人 我们做下来点菜它就上了 它其实上对上错 对 时间划慢是控制在外场 外场 对 那所以有没有碰到过什么 比较麻烦的状况 有 因为我的店是分食 有时候客人喝了一点酒 有时候他会 对 借提发吗 对 那你怎么处理 嗯 就想办法啦 看他需要什么 就 有什么经验吗 你有过什么样特别经验吗 像有时候客人他 同样是一道菜 然后他就 他就同样有两种的版本 哦 有的客人 这一桌的客人说 哎 你们今天的菜是怎么煮的 什么蛋而无味 然后呢 隔壁这一桌 哎哟 哎哟 对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 两桌的客人都听到了 哎哟 然后我就跟客人讲说 你看 他说 蛋的无味 啊你说 太咸 所以说这个 咸蛋哦 就是没有标准 你说厨房出的是一样的 对 哎哟 哎哟 我真的知道外场是一个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一项工作 对 那所以说你有没有遇到 让你觉得你应付不了的事 还好呢 还好呢 那我们就来这 还有就是 调味料 调味料 嗯 其实我 我还在想说 像 有常常会碰到我们用餐的时候 上厕菜 上厕菜 那就很麻烦哦 这一桌 他有的时候 送到那一桌 他不认赞啊 他不认赞 因为他没点啊 对 但是他有的吃哦 对 吃了他想说 吃了但是他说我没点这一桌 对 那怎么办 有时候餐厅规定一点 严格的话是要自己吸收 就是说外场人员自己吸收哦 对 哇 那有的师傅好一点的话 他是会跟你过通说 那你是不是要自己去买材料啊 然后师傅帮你煮 自己去买材料 那什么意思 就是来当那个公司的库存 对 可是那个 你没有点这一道菜 人家送错了 对 你就吃了 但是他不认赞 他还不认赞 不认赞 哦 我们你看 其实最简单的啦 这个真的很快 嗯 但是呢 你更厉害 你把这个水饺皮还要再 再延伸 再延伸变一个什么东西 再变伸一个 芝麻煎饼 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芝麻煎饼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哦 芝麻煎饼 材料有水饺皮八张 黑芝麻粉一百五十克 地瓜粉三十克 细砂糖一百克 松子一汤匙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材料 看起来就真的非常的养生 对不对 那这个煎饼要怎么个做呢 来 我们来看看 用水饺皮 要调一下 哦 还要热水 哦 还要热水 对 OK 好 这个是做 因为我们都比较养生 所以油不加油 一般的话外面都是会加油 哦 芝麻粉本身就有很高的油脂 然后 这样调下去也是 松子也有油 对 哦 是要用热水哦 对 加糖 所以这个没有比例之分吧 有 还是有 有 所以就要按照你的比例来调 对 调到那个 那个浓度 调到浓度 硬 硬起来这样子比较好包 它会稍一点点 它等一下会比较干一点是不是 对 哦 所以这个水的多少 要拿捏的刚刚好 我好像水有多一点点的 那怎么办 所以比较稀 因为我有做那个现成的 哦 好 好 就是把它调匀之后搓成小丸子 对对 好 来给大家看哦 就是把它调匀之后呢 那个不能太稀 就是要浓浓的 然后把它搓成是一个变小丸子 搓成一个小丸子 你要包的时候比较好包 好 然后我想说那个 我们的水饺皮它比较厚 是 然后我们必须给它擀平一点 不然口感会不好 蛤 水饺皮它要给它擀哦 对 稍微薄一点 对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好 但太硬了 真的没想到水饺皮还能够变花样 对啊 我是自己想说应该是要这样子 好 一点水 好 再给您一点水 对 你要沾对不对 对 对 它包 这样子 变成这样的形状 然后旁边是有给它切 稍微整理一下 还是我们要用刀把它这个稍微 因为这样子包起来以后有点长 对不对 对 所以要把它稍微两边切整齐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这样就比较整齐 这个冰冰的皮就可以拿来煮丁饼熟 对啊 对啊 对 这一个有意思哦 好 所以是 这个一定要把它擀一擀 擀一点 擀平 本身它太厚了 如果我们用那个 因为是延伸的 不然你平常如果不这样子延伸下去做的话 是可以用温饨皮 温饨皮 对 我刚才想 大温饨皮 对 温饨皮就很好 就刚刚好 对 就不用多这个手续 那温饨皮也可以做铁饼熟吗 也可以 不行 太软 不然就马上吃 不然它会糊掉 哦 要暖去 对 这个我忘记 它要压对不对 对 包下去再压 包下去 包下去再压 包下去再压 这样子压一下 对对 然后再这样子压过来压一下 是 啊 没关系 要抹水 给它抹水 给它抹水 好 对 要抹水 不然它没有办法去 去两个喝起来 哦 好 然后 这边要抹水 那四面都要抹一抹 这个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吧 因为这个超讨喜的 然后我们不 现在的人也都比较养生了 那芝麻是很好的东西 那所以要煎吗 对 需要用油吗 要 要一点点油 火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好 然后加一点点油 是 因为水饺皮薄薄的 如果说你用馄饨皮更薄 对 那其实很快 是不是 对 焖一下就好了 还要焖一下 稍微 稍微煎一下 用一点水下去焖一下 就是跟做煎饺的意思 差不多 意思是这样 对 你很厉害 你发挥了这个 延伸的创意 变了 从那个 从那个锅贴把它延伸过来 哦 帅哦 然后 这要煎到 什么样的状况 要加一点点水 加一点点水 要热水还是冷水 冷水可以 没有关系 可以 好 这时候再盖盖子 对不对 是 嗯 盖盖子 对 好 让它在那边焖 在焖 好 这个时候呢 我要干嘛呢 我当然就要来吃一口我的加饼熟 哇 哇 你看 所以说如果说用馄饨皮的话 对 我们等于说 你不能放太久 其实 其实也OK啦 也可以 就是说 汤煮好 对 温饨皮就丢下去 对 起锅 对 就不用再滚了 然后马上就吃 对 对 对 好 这也是另外一种吃法 就来 来一口 所以你看 它平时好吃就是因为它很清淡 对 清爽 嗯 嗯 然后再加上 它的那个 粉浆做的那个面皮 嗯 又可以让你有饱滋感 嗯 这个 真的好吃 嗯 欸 好好吃喔 嗯 然后 拿来吃这个面皮 嗯 师姐 来 真的馄饨皮比较不适合 我可以想象 嗯 嘴角皮比较像 比较有口感 它有口感 对 对 红炖皮可能会太薄 太薄 会软一点 对 这个有口感有嚼劲 但是它有薄薄一片 对 欸 欸 有那个感觉喔 所以我们家没有那个特殊锅子 也是可以做嘉评手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基本就是可以延伸它 嗯 现在都是一种不合适的啦 不合适的作画 欸 真的很好吃 难怪你可以当一个这么棒的外场 外场这个经理 而且 听说你在当外场经理的时候 你们 餐厅是荤食的 但是你还要自己带便当 带素食去吃喔 刚开始 哦 为什么 刚开始因为老板不相信我 我是用素 哦 不相信你吃素 对 他不相信 哦 他还特地 特地跑来看我 嗯 他说你真的吗 我说 欸 是真的 所以后来他就 会请师傅帮我做一些素的菜啊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吃素 嗯 嗯 因为是 SARS那一年嘛 嘿 因为我女儿是那个 护理人员 哦 那SARS那一年 真的是阴眼忌足 而且看到 刚好是看到一本 嗯 就是分食的那个 书 嗯 所以对分食 出了以后会怎样怎样啊 然后那一刹那就 好像是阴眼忌足了 就 就 就你自然都不敢吃 所以说你看 就这样子一路吃素下 那这也好了啊 好了 好了也可以吃了吗 可以啊 嗯 但是 这个是不是要放凉吃 应该是热热吃比较 放凉的它应该是 对口感 这个感觉会不会有点像那个什么 枣泥锅饼 对 像这样 对 因为枣泥锅饼它是用湿的那个 面糊啊下去这样子 好像凉饼熟悉做的饼皮 然后再包一个炒饼 然后包整片以后再切 嗯 对 它是这样做菜的名菜 那个点心嘛对不对 这个就有一点点那个感觉 对就是改良式的那个锅饼 我怎么还记着这个枣泥锅饼 哎 我现在 不是我家啊 我自己还应该被捕我自己了 我怎么那么会吃啊 一个知识的人可以吃成这样 哦 艾森姐吃的是专科耶 哦 这是 天生火柴啊 好 你看这个就是 你看切开来 对 对 然后这个 您说要热热的吃 热吃比较比较 好 这个就这样 非常棒的一道饭后甜点 好 吃一下哦 别烫烙哦 不要急哦 慢慢来 然后 那个皮好脆哦 脆 应该是可以再酥一点 你的意思是再酥一点 再酥一点的话怎么做 也许是用炸的会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现在都是找油嘛 哦 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不然你就 就擀平 稍微平一点 再平一点 让它旁边这个地方都很均匀 就变酥酥的这样子 很好吃 然后因为热度 把那个芝麻香气也逼出来 对 对 对 哎呀真是厉害呀 外肠做得棒 那料理做得更好啊 感恩您哦 感恩爱心师姐 哦 好吃耶 顶边错简易板 做法是黑木耳 红萝卜 竹笋切丝 泡软的金针打结备用 将水饺皮撕开 乘两张 放入滚水烫熟捞起备用 取一个汤锅放入约600cc的水煮滚 再加入金针结 笋丝 红萝卜丝 黑木耳丝 再加入盐 昆布粉 白草粉 素高汤 再加入炒香的香菇丝 芹菜末 香菜末 淋上香油 加入白胡椒粉 最后加入水饺皮 煮滚就可以了 芝麻煎饼 做法是地瓜粉 加入冷水10cc调开 再冲入滚水50cc 再把糖和芝麻粉 倒入搅拌 再加入松子拌匀 搓成圆形的芝麻球 水饺皮稍微擀平 包入芝麻球 周围以水粘合 入锅煎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了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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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老板他有很忧心在做这些料理 所以我觉得吃素其实还蛮多元化的 其实这家店是一间生机饮食店 位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下不远 也以为他只是贩卖有机食品跟蔬菜 店老板陈玉舟特别开辟了一个舒适的用餐空间 并且亲自下厨制作生机料理给客人享用 吃是造就体质最大的关系 你吃的东西对身体是有营养的 你的身体会给你正面的回应 研究生机饮食长达13年的陈玉舟 为了要推广健康饮食的观念 还会抽空四处演讲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炸物和烧烤食物 身体很不好 后来替农场宅配蔬菜忙得没有时间吃饭 干脆将那些蔬菜水果打成了果菜汁来喝 这长期下来竟然瘦了十公斤 身体变得轻盈又健康 从此改变了饮食习惯 我看了很多专家的书都觉得人类不适合吃肉 因为担心有抗生素 有荷尔蒙 有生长激素这些问题 所以能不吃 你就可以多放一个心了 再来就是说肉的话就是 都会经过煎炒炸烤 那这样的料理方式对身体来说 比较不健康 我们放了比较多元的蔬菜 让它尽量变得是五元六色 这样子营养也比较均衡 原本就很喜欢做菜的陈玉中 在经营有机店之后呢 烹调发业大大的改变了 它不用爆香的方式哦 直接将蔬菜放入清水里煮熟 再放入咖喱 让清甜的蔬菜与新香的咖喱 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爆香的问题可能就是在于 你油要热 油要热才爆得出味道 但那么热的油通常会过了 它的冒烟点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油开始变质了 那对我们的心血本来说 它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这一道的话 它是比较低油高鲜的一个料理 这最重要的是啊 陈玉中坚持所有的餐点 都是要限点限足保持新鲜 除了有高能量的乌骨咖喱饭 清脆的生鲜沙拉 甘甜的蔬菜汤面之外呢 还有经过它特选调配 推出不同口味与养分的精力汤 多样的餐点选择 让人耳目一新啊 吃素好啊 因为我曾经连续吃两个月的素 然后的时候排便都非常顺畅 后来又吃回婚的排便反而不顺畅 那线位置不够 它可能会用一些素的菜 但其他也会搭配一些豆制品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料理 其实太OK 而且他们也会用一些优格啊 有精力汤的部分的搭配 其实还蛮完整的 反正不用担心说 会那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因为发觉现在那么多的疾病 跟癌症都年轻化 有预防观念者是比较偏少数 所以说我们觉得能先预防肿笔 生病了才来找门路来得好 过去在陈玉州的身边 曾经有亲人为了癌症所苦 也有许多人是因为病重 才来寻求方法 而多年来 陈玉州费尽心思 研究营养烹调法 还不断地进行推广活动 就是希望能有越来越多人 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怀疑了 从少肉食多蔬食开始 一步步迈向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